美国多地9月11日举行活动 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 当天上午数百名遇难者家属 当年的救援人员以及美国联邦政府 军方代表等在雨中参加了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外举行的纪念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说 美国的历史在那一天改变了 他表示美国将继续监控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为保护美国人民将毫不犹豫采取必要行动 谈及一年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拜登说虽然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 但是防范美国再次被袭击的承诺没有终结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当天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出席 按照惯例没有政治人物在现场致辞 拜登夫人吉尔当天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州 上克斯威尔美联航93号航班纪念员举行的纪念活动 美国信用卡公司维萨9月10日表示 将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枪支领售商创建的新商户代码 以帮助纸马部门更好的追踪可疑的枪支销售激增 减少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 在ISO宣布为枪支领售商创建新的商户代码后 美国三大信用卡公司维萨、万事达以及美国运通 均表示将使用新代码 美媒报道称 此举可能会促使其他发卡机构也采取这一标准 据悉商户类别代码有四位数组成 被用于各种行业 作为对零售商进行分类的一种手段 同时不透露个人的产品购买情况 目前信用卡公司将枪支零售商 归入杂项零售店或体育用品商店 有了针对枪支销售商的新代码后 潜在的可疑购买活动可能会被标记给执法部门 帮助执法部门识别可疑人员 据华尔街日报9月11日的报道 美国西部的高温正在冲击着农产品行业 导致农作物受损、出货量收缩 并使超市货架上的绿叶蔬菜和水果减少 加州的一位种植者称 由于高温损害了农作物 它的一些生菜的叶子变成了褐色 并滥在了田里 在宾夕法尼亚州 一家零售商说 它的商店里已经一周没有草莓可卖 而纽约的一家经销商 正在用蜜瓜代替西瓜 因为西瓜已经变得稀缺 超市方面称 它们减少了因天气原因导致变色产品的货架空间 商店越来越多的从加拿大、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进货 而不是从美国超市长期以来的首选来源 加州进货 9月11日 一场大火使得南洛杉矶的一个古老的地标性教堂 胜利尽信会教堂化作了废墟 并给当地社区带来沉重打击 这座教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 位于著名的中央大道一席 消防局发言人尼古拉斯·普兰格表示 大火于周日凌晨2点22分爆发 并迅速发展到重大紧急状态 纵火调查人员和教堂特别工作组的成员 开始调查火灾是否有故意纵火的可能 该工作组由多个部门组成 只在识别并抓获袭击洛杉矶教堂的人 9月11日上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鹫 离开巴尔莫勒尔堡 于数小时后抵达苏格兰首府爱丁堡 灵鹫在爱丁堡停述时 供民众瞻仰后 13日将由英国皇家空军 接送到伦敦附近的诺霍特机场 再由专车送往白金汉宫 14日起 灵鹫将安放在威斯敏斯特宫 供大众瞻咬 与此同时 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举行了召告英国新国王查尔斯三世继位的仪式 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也正式宣布 英国新国王查尔斯三世为澳大利亚的统治郡主 初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